哈喽啊 各位观众 今天咱们来看一张影池的金属大师显卡 说是怎么个事呢 看一下 CPU的水冷漏了 但是显卡照样 自己已经清理烘干过了 非常标准的流程 现在的故障是接口都不好用了 先给他上机来看看吧 说是四个口都不能用了 先试一下这个HDMI的 主板跑完亮机代码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好像与描述不是很符 描述呢 说是HDMI能量 就是容易接触不良 但是我这试了一下 好像压根点不亮呀 莫非是没插紧 再来回鼓道两下 依旧是没有显示 看来HDMI也挂了 看一下DP是什么情况吧 HDMI和DP是两码式 应该也不是blank卡 看这个代码应该是已经lank卡了 blank卡有blank卡的代码 DP也是同样黑屏 没有显示 这个卡呢 有三个DP口 咱们挨个试一下 第二个也同样是点不亮的 试一下最上面那个口 这么看来这几个接口应该是已经全部震完了 诶 最上面这个可以显示有信号输出 但是看这个图像也是不是很正常 它的很模糊 这个分辨率一看就不对 看这字体都很糊 这个一看就是没有识别到显示器 给出了一个最大的分辨率图像 后面我又试了一下这个HDMI来回插了几次 它又能亮了 分辨率正常 但是画面上有线条 而且动一动接口又黑了 这个应该就是典型的接口接触不良了 摇一摇它又能亮了 轻轻一碰 立马黑屏 OK 那故障现象已经观察的差不多了 可以拆开来看看 不知道板子漏叶漏得严不严重啊 正面我看了一下 因为已经被清理过了嘛 看起来也很干净 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腐蚀痕迹 这一块呢是有点发霉 焊盘已经腐蚀霉了 但是这一块也没东西啊 都是空的 预留的焊盘设计 这边有一些电阻 引脚还有点发霉 等会还得给它洗一下 今天咱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接口这一边 先观察一下接口 看一下接口这边有没有腐蚀力 也没有 这个接口程式还好 虽然有点生锈 但还很亮 引脚呢也都没有发霉 每个焊点都很清晰 漏叶应该没有漏到这一块 侧边打手电我们观察一下里面的触点 像这些高清口它的触点都在里面 它就比较容易击灰 所以呢就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触点还行啊 接口里面也没有灰尘啊 先前严重腐蚀的地方我也观察了一下 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那就直接上电测试吧 先看一下这几个接口的供电啊 HDMI是5V供电 DP呢是3.3V 我测了一下4个接口的供电全部正常 其他的供电那就不用看了 他都能点亮了 肯定跟那些供电没关系 那咱们先把这个接口给清洗一下吧 用这种小棉签涨点洗板水 用镊子伸到接口里面去 给它两面的触点全部都插一遍 好那么果然是不复所望 涛生依旧 该不亮的还是不亮 这我就纳了梦了 HDMI和DP都是一样不亮 我猜会不会是线的问题啊 我从隔壁显示器 把它的DP线插过来试一下 也还是一样点不亮 没显示 下一步可以考虑一下 会不会是接口问题了 因为之前HDMI确实看到了 结束不良的现象 我先把这两个接口给换掉试一下 不着急啊 先不要全换 万一不是接口的问题 岂不是白忙活了 先换两个试试水 换这种接口的话 先给背面的固定角上一点锡 然后正面的焊角呢 抹上一层锡膏 锡浆 然后背面大风枪对着吹 等它融化了 接口自然就掉了 当然也不要硬撬 一定要等它融化之后 再把它轻轻的取下来 硬撬的话 很容易把焊盘给撬坏了 OK 两个接口成功取下 然后这四个固定角 要把里面的锡给洗干净 这种场面 咱们就请吸吸气出嘛 一吸一个准 像这种孔里面的锡衣线 就吸不出来了 OK 过孔清理干净了 然后找两颗新的接口 给它焊上去 像这种接口都是通用的 四个固定角 然后正面的焊角 对好位置之后 挨个点一遍锡 让它焊上去就OK了 换完之后 检查一下 引脚之间 互相有没有短路 或者是连锡的 检查了一下还好 那OK 咱们继续上机测测 先测下HDMI 现在HDMI就可以顺利点亮 每一次都能点亮了 并且也不会有线条 你就算摇一摇接口的话 画面依旧稳定输出 不会说摇一摇 就会黑屏丢失画面 好 来试一下DP口 刚刚新换的DP口 能不能显示呢 依旧不亮 DP口换了个G目 好了 三拔幅搞不定 咱们就得上电路了 从DP口开始慢慢查吧 接口电路还算简单 就那么点东西 打开对应的图子 我们找到DP接口 接口嘛很简单 首先是它的供电 这个供电肯定要有 没有供电啥也不是 供电之前我们测过3.3V正常 然后左边是它的几个数据线 DP接口呢 总共是有五组数据线 一起是十根 下面这四组呢 是管图像的 不影响显示 懂我意思吧 像这种点不亮黑屏 我们就得查上面这一组 AUX信号 这一组呢 就是核心 通过这一组信号 经过DP接口之后 来识别到显示器的 它有两个MOS管 后面还有一个 总共是三个MOS管 然后抵达核心 这是核心的一个DP显示模块 G1 G1呢 就是我们的核心了 核心在板子上面的代号就是G1 它是老大 核心呢 是通过AUX这一组数据线 去识别到显示器的存在 然后再通过下面这四组数据线 把显示信号输出来 核心我们肯定修不了 那我们能修的就只有查一下 这三个MOS管的工作状态了 你说它这绕来绕去的不累吗 别从这一块接过来得了呗 别省得往上面绕那么一大圈了 先在板子上面 找到对应的这几个MOS管啊 来测一下就知道了 DP口 这边AUX信号出来 第一个MOS管是它 Q538 四脚进来 一脚出去 一脚出来之后 就到了这个MOS管 到达到它的三脚 三脚进 四脚出 出来就到核心了 就绕这么一大圈 然后终于抵达了核心 核心要想识别个显示器的信息 它也不容易啊 先测一下这个MOS管的中间角 它的积极 看一下有没有被导通 有12伏 那已经被导通了 那它的AUX信号 应该已经是畅通无阻 3.3伏 顺利经过前面两个MOS管 到达第三个 但是第三个出来的时候 只有0.3伏了 你看它进去的时候 有3.3伏 3.3伏高高的 被前面电阻上拉 但是出去的时候 只有0.37 看来第三个管子 没有导通呀 测一下它的中间角 没有高电压 只有0.1伏 0.1伏能导通吗 那肯定是导通不了的呀 这三个DP口 分别的第三个MOS管 都是由同一个信号控制的 测一下它们的积极 也都是低电压 只有0.1伏 也都是没有完全导通的 难怪三个DP口全部不亮 再次回到图子 看一下这个信号 第三个MOS管的控制信号 从何而来 这个DP AUX PROT信号 找一下它的出处 在这里 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是由一个12伏的供电上拉的 并且由一个双三级管控制 它的源头呢 来自于这个1.8伏的PG信号 那么它显卡都能认卡了 1.8伏肯定是没问题的 PG肯定是有的 看来它这个问题 应该是出在了这个 要不就是这个三级管 或者是这个上拉电阻的问题 Q7啊 我们在板子上面 找到它的Q7 看一下在哪里 哦和 在板子中间 这个位置好像就是 之前腐蚀的位置 二角输入 三角输出 这个上拉电阻 在广子的左上角 三角出来之后 直接到达了这几个 DP口的第三个MOS管 驱动它们导通 但是它现在没有导通 我在板子上面找到Q7了 测一下它的工作状态 二角呢 有高电压输入 0.6伏 0.6伏足以让三角管导通了 但是三角却没有高电压输出 那就得查一下 这个12伏的上拉电阻了 电阻的另外一端 接12伏的也没有电压 闹了半天 原来是12伏断线了呀 隔壁这个点是有12伏的 但是到电阻这边 它就没有了 我又从背面 看了又看 找了又找 确实也没让我发现有断线的地方 我估计它要么就是板层内部走线 进水腐蚀胜进去搞断了 那只能采取一些朴素的维修方法了 既然它没有12伏就从隔壁借一个12伏了 本来在点位上这两个点就是相通的 这个随冷液的威力还是蛮强的呀 板层内部的走线都能给你腐蚀断了 再来测量一下 第三个MOS管的积极已经有12伏的高压了 那这个MOS管肯定已经导通了呀 现在这个AUX信号可以在核心与显示之间来去自由 畅通无阻 在先前咱们飞线的地方打个交 把飞的这段线给遮盖一下 我直接给它全部装起来了 信心满满 螺子也都拧好了 检查一下 接口DP口换了一个另外两个没换 因为感觉DP口肯定没事 先从HDMI开始可以正常进系统 摇摇接口换一换线也不会丢失画面 咱们再来试一下DP OK 第一个DP口成功点亮显示完美 试一下第二个 也可以点亮也有显示正常 试一下第三个 没毛病 分辨率都OK 好 那么现在四个接口就修好了 好 那接下来的烤机测试就没啥录的了 他也不是来修这个的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 HDMI接口不良 应该是时间久了 跟进水没关系 这个换接口就好了 DP就是由进水导致的黑屏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